黄韦靖除了拥有一副好歌喉 直率犀利的作风 更是深受粉丝喜爱 只要遇上莫名其妙的网友 他都会毫不犹豫的怼回去 最近迪卡上就出现一篇 觉得韦靖最近变了很多的po文 有网友对他的言行 以及工作态度等等做出评论 韦靖就在IG线动发出大长文回应 其实说什么EQD我都认 被攻击还要告EQ我做不来 对于自己在节目上 经常对熟人展现出真实的态度 他表示那只是否游戏 谁下节目不是笑者和好 他也都有一一道歉 至于经常讲的营业两字 他也解释自己私下 不是会露齿笑白耍帅脸的人 那只是一种自嘲自己状态很假 并非对粉丝双面的意思 而让他最感到无奈的 就是被人质疑工作不努力 对音乐描迹徒心 他心累表示自己很热爱音乐 但由于资金合约问题等因素 才会一直无法出专辑 忍不住反问原po 你真的觉得我不爱唱歌 你知道我有多想出专辑吗 而面对网友的评论 他也明确表态 要不要喜欢我是你的事 但别用你的想象 抹灭一个人对工作的尊重与要求 我依然会是那个你骂我 我就会骂回去的DEQ 事后也有超多粉丝 站出来替伪金发声 po出他很亲切 跟大家合照签名的画面 希望大家不要乱误解伪金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